同样是水啊 同样是水 这种瓶装水 我刚说完 大家瞬间刚好 看着没瞬间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本美老司机就是我 他在我在干嘛 今天哪是温哥华的第2场 如果没记错时间的来我们看看时间 还有现在说了刚刚你没什么拍视频的时候都不看时间呢 理由很简单 像我们这种卡车司机也根本就没有概念 今天是12月21号2022年 据说呢还有三天过圣诞节啊 过圣诞节你说我还不老是为什么要出来开车呢 有钱 赚呗 都是 穷的呗都是穷害的 但是另外一种方式 现在吧 不管那么多 干活没干活大家先看看学有多厚好吧 那这是平地上的学我一直要踩进去大家可以看到高度 对吧 如果没记错了第1场雪那下了紧接第2天就化了因为什么温度很高第2天就化了 可今天的这已经下完这场雪是第3天了啊 我们 我当时我一下学我知道我哪儿不去了正好在温哥华在家里打游戏 挺开心的 现在我说行吧去趟短途西雅图 如果我发现如果我要车要从平时上里出来啊 那上面的雪 多厚 给大家看看吧 这是这里的 这是这个车子这是我的车 看他们吹了上面的雪 哎呀我的这太阳太晃了 吹了上面的雪估计不管了大家看看吧 因为我紧接着要去清理雪 反正这期视频的就给大家看看 钢哥怎么清理雪的啊 然后看那边的车 上面也是啊 貌似吹了上面的雪的厚度呢有一尺 一尺多少差不多30厘米吧 好 现在呢我把大家给放这里 让大家看看我是怎么给大家铲血的 作为一个铲血一租 我应该有哎呀我给大家拜拜这个这个 转动转动转动 给大家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清理这样子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清雪的时候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因为现在玻璃在那边融化 玻璃融化之后会结冰 现在我的玻璃有结冰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把发动机热个半小时了 把玻璃融化了我们可以走了 在走的时候呢 这我车顶上面的雪呢 是非常非常厚的差不多有一尺厚 这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雨刷怎么样工作呢 就是说 踩沙车就会往前移 一整个就会把我们的车玻璃全部都挡了 这时候只要我们确保我们的那个雨刷系能工作 别一下来下来的雪太后根本扫不起来就行了 这是我徒弟的车 给他们看看雪有多厚吧 这是Canvas T680啊 看什么 哎呀 哎呀 哎呀行了 看着就这厚度了 我不说了啊不给他撩了 看着这厚度没有兄弟们 看着这厚度没 看着这厚度没 一个手套的长度 看到了吗 真厚 这里从这里开始 这都全好水的厚度 行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因为我不说了 当零度和零下十度零下二十三度有区别的 我现在外面的温度零下十度 我手套的现在工作这么一口呢 已经开始 发发 我现在不是在给大家装啊就是因为真的当你温度太低的时候啊 你就给我嘴型啊就不行了就说 脏开了面部肌肉已经被拉紧了 所以说我一旦就这种说话的时候呢 不是我装 我必须把口型账的就那么夸张 要不然呢 哎呀我的妈我的脚已经冻上 现在外面零下十度 我继续给大家恢复 你别看着阳光这么明媚我现在跟大家说 现在的时间 是正午12点钟 我修好了 我把血清完了之后呢 我们只开车头走 一会儿见 继续啊现在呢我们在车里呢热了几分钟 怎么热了几分钟呢我说我在车里面呆了几分钟 外面气氛确实有点太低了 然后动我嘴都真的就不会说话了现在你看就 就好很多了 所以说呢 哎大家说怎么样证明你的外面 气氛有力多低呢 这是水啊 这里面水 啊 下面是空壳的下面是冰壳的 全部冰峰啊 打打冻的嘎嘎的 说一通水不行凉通水啊 你说这这水是不是自来水的咱们 我车里的有没空 咱们的哪里 来看没 你看这个空了全水又这是没有添加成分的他没啥不动 你看真的很神奇啊 兄弟们 同样是水啊 同样是水 这种瓶装水 我刚说完我靠 瞬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刚才没有晃是没结冰那我这迷晃瞬间结冰了兄弟们同样是水 这这种瓶装水 哎呀 我刚说完我靠 他要瞬间 瞬间 瞬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刚才没有晃是没结冰那我这迷晃瞬间结冰了兄弟们 哎 哎 我牛逼啊 咱们再拿一瓶水 我刚才那瓶水 我刚才那瓶水瞬间被我这迷晃一晃也瞬间结冰来 哎得劲的 我后面还有啊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哎瞬间结冰了只要一瓶瞬间结冰了 没事咱不着急咱还有咱还有 哎这瓶水吧 看 这是水吧 面边我出去了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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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睡觉 看着一瞬间 我的神神神不神奇 啊刚刚还 变长啊 瞬间结冰了瞬间结冰了里面瞬间一种固化状态 一边没看过再来一边再来一边再来 这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真正的决定 韩兵长啊 看着 牛逼不牛逼刚刚的韩兵长 我说你了 魔术的表演到这儿就没大家就说在车里的温度有多地 已经看着了啊我这就行了 我已经表演了一瓶两瓶三瓶 好像表演了好几瓶 表演了 不管他了 这回到我不知道等一下我给大家网续开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我车头前面清了血之后是有 但在清水之前我们先点这个 这是那个防冻液啊 我这防冻液加了个喷壶干嘛专门给我的玻璃做清理的 清理玻璃我有专门专业工具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专业工具怎么弄了因为我一直手拍一直有操作 喷一点 哎呀 这这这 出门在外一定要看清楚吗对不对 看就是在看这个这个动作 从下往上撸一圈 再从下往上撸一圈 看着没有 学会了吗 然后这边 你就不要用什么抹布抹镜子了 抹布抹的关键镜子又不干净又不好 我说用我们的你觉得喷壶一次也没搞定不熟练吗 什么叫做专家为什么人家 来两次吗 喷一下喷一下 喷一下喷一下好了 这回呢我们就简单一点 第一遍就是那样做第二遍就从上往下刷 因为有时候有泥嘛你看着从上往下一刷 就可以了 你要觉得不赶紧再刷一遍 多少遍都是一样的 保紧接下来的我不是 你可以横着刷 从上往下 也可以数字刷我喜欢从上往下降刷 因为这样的话一层一层的话的我看得清楚 看到了 大家学会了吗 所以说呢 出门在外 擦玻璃不要用抹布了 接下来呢我把小车的我把我的小车停在那个位置 我为什么停在那个位置呢 我要开车出来 我下车给大家演示吧 因为现在看到我小盘腿坐着 因为太冷了 好现在下去准备 出车 我现在下车了 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车轮子厚度已经到这里了看到学已经把车轮子半个都没了 如果说我们要开出来的时候你想学前面学我们要直冲冲的开出来 那直冲冲的开一回来是不是有完了呢不是 我们直冲冲的开进来之后呢在原理倒回去 把这选的压词是给我们压出一条路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停小车的 大车可以出来小车呢有可能出不来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大车开出来把我们的小车停进去 和这时候我会把这边的 来回的多压几遍把压词式的可以让我的小车进去 我本来想的把这个摄像机的放在地上 可是后来想了 如果我在一不小心咔吃又把 对吧或者说 其他来往的车辆比较多 那里还有修车的 万一把我 把我的摄像机在各下也不合适了 所以说现在呢我把大家的放在我的小车上 放在我的小车车顶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开出来的 没有问题吧 我觉得ok了 多压几次啊 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去目的那是西雅图 垃圾肠子 你们准备好启程了吗 路上也不知道会有到什么情况吗 但这期视频的就是想跟大家说了 尤其像 在视频结尾我想跟大家说三级说一件事叫做 在世为人有三不能笑不笑天灾不笑人祸不笑 疾病 学有多厚我们不管了 希望大家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 不要笑 我是卑美老司机刹钢 开卡车的路上 我会带你看不一样的属于人生的风景 我们下期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